台北市塔城街和鄭州路口 聚集了大批警力 不少機車騎士還沒騎到代轉區 就被攔了下來 當場和遠景爆發衝突 我根本沒有非法繞行 我也不知道今天什麼活動 我就被攔下來了 然後就被開單罰單 我覺得超無辜的 我剛剛就只來這一趟 要不要看我行車進去 一定要不要看 這個車牌是有繞過 我們這個人有收測 如果之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去申訴之後 我們會再跟你補答過 我有行車進去 你要不要看嗎 有騎士大喊無辜 不過也有騎士就是 專程用行動來表達訴求 這是機車路全協會發起的活動 他們號召機車騎士 在指定路口不停的代轉繞行 因為看起來就像在玩大富翁 被稱為代轉大富翁 同樣的活動不只在台北市舉辦 還曾經在永和的永和路 中正路口舉辦過 這些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替機車騎士 爭取道路平權 因為我們就是不希望 強制兩段式左轉 對 我們希望改成不強制 其實代轉區是在路口上面 那政府一直說路口要進空 這樣交通才會安全 行車才會順暢 但他們又把路口中間 又加了一個代轉區 那你機車你要到代轉區 第一個 你可能會跟執行的車輛 產生交會會有危險 第二個是你代轉區設置的 如果不當 大部分的都不當 那你可能會跟行人穿越道 會跟斑馬線 會衝突到 機車兩段式左轉 到底安不安全 就來看看這段畫面 機車騎士準備騎到代轉區 首先要避開斑馬線上的行人 接下來還得注意 後方有沒有車輛要執行 否則一不小心就會撞上 像是在高雄男子 就曾經有一名機車騎士 守規矩停到代轉區 卻突然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再看一次畫面 原來是他停到代轉區時 後方的電動自行車 來不及刹車直接撞了上來 富人倒地時還指著機車騎士 質疑他沒有禮讓執行車 但其實富人自己違規 沒注意到代轉區前 有個曹化線 必須繞開通行 哎呦 直接撞上來 其他縣市也曾經有騎士 在代轉區內等紅燈 還來不及反應 就有兩台機車衝過來 讓他就像保齡球瓶一樣 連人帶車摔出去 其因是左前方一輛轎車失控 先撞上機車 再波及到代轉區 另外還有大貨車在右轉時 因為太靠近代轉區 差點波及無辜歧視 這些例子看在機車團體眼裡 認為代轉區 根本就是代轉區 我們看到代轉區 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你如果讓他直接左轉 他就不用在路口等著被撞 代轉區就不會變代轉區 他也不用跟行人爭道 行人要走還要躲機車 機車還要躲行人 你讓他直接左轉 跟著汽車的左轉道 我們覺得這其實是 是比較沒有問題的一個交通方式 從交通學理上 當機車如果直接左轉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容易可能發生 跟對向執行的汽機車 發生穿越型的側撞 那這一類型的造勢型態 基本上因為兩兆的速度 可能都比較嚴重 容易導致重傷或死亡 對於機車團體的訴求和質疑 交通部也拿出數據強調 所謂的兩段式左轉 其實就是靠著兩段執行來轉彎 一旦發生車禍 傷亡率會比直接左轉來得低 以數字來看 從民國100年到108年 平均每一年有17647名機車騎士 是因為在路口直接左轉發生車禍 而在路口執行 包含執行代轉 卻被右轉車輛撞擊的傷亡人數 則是13232人 兩者相差了1.33倍 不只如此 機車如果在路口直接左轉 一旦發生車禍 死亡率也比執行車遭右轉車撞擊 高出2.3倍 過去在新美市符合橋下 就曾經有機車騎士在路口 直接左轉內線車 到了執行車根本殺不住 直接高速撞上 機車騎士摔了出去 零件也散落一地 大巴執行 雙方發生車禍 就直接撞上去了 對 直接撞上去了 彰化也曾經發生一起 驚悚死亡車禍 37歲的男性機車騎士 到了路口直接左轉 和對象的客運撞在一塊 機車騎士連人帶車 被捲進車底 爐內出血 當場死亡 還有嘉義鋪子一名富人 騎機車切到內線車道 準備左轉 結果被後方殺死車 當場勉弊 交通部陸政司專委告訴我們 當初政府就是考量到安全問題 民國73年才會由台北市開始 逐步拓展到全台灣 實施機車強制兩段式左轉 機車基於平衡的因素 其實它能夠有效時間去掌握後面的車況的時間是非常的短 兩段執行的方式 它的視野基本上是比較沒有盲點 因為我都是執行 執行的過程當中 跟車輛的一個交織衝突基本上是比較 比較少的 除非已經進入到路口 它還是有可能會跟右轉車輛 這個部分發生側撞 轉彎的車輛速率比較低 相對的一個造勢型態 基本上它的重傷或死亡的機率 該會比較低的 根據道安規則第99條 機車行駛於同向三車道以上道路 或是單行道道路 於右側車道或慢車道者 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 這項法規在民國95年 也調整成因地制宜 也就是由各地方政府來決定 簡單來說 現在已經不是所有機車所有路口 都一定是兩段式左轉 而是由各地方政府 依照實際路況來實行 但這樣的改變 對機車團體來說還不夠 他們希望能夠全國統一 改成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讓機車騎士可以自由選擇 左轉的方式 應該要回覆兩段式左轉 它最初設置的用意 就是說它是讓這些慢的車子 慢的機車 甚至是腳踏車去使用 可以跟著上車流速度的這些機車 它應該就是直接在內側車道 直接做左轉就可以了 所以外側車道 它應該是留給慢的車子 甚至是它應該是要去停靠在路邊 像是公車要載客 機車車它要靠站要載人 因為外側車道整個路況是最混亂的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車子 我只是要通過而已的話 我應該是盡量往 不要靠在外側車道 盡量往內側車道去走 機車團體希望可以爭取道路平權 不過就拿台北市鄭州路 和塔城街口來看 這裡因為車流量大事故意外頻傳 2020年8月台北市政府開始實施機車兩段式左轉 一度引發民眾強烈不滿 但政策實行三個月後 機車事故也從實施前的三個月十一件下降到六件 受傷人數從十人下降到三人 最後交通局決定繼續維持兩段式左轉 不過交通局也同意每個月都會和機車團體召開協調會議 一同探討北市各道路直接左轉的可行性 機車團體認為交通局已經釋出善意 未來不會在台北市進行代轉大波 但也希望這樣的經驗可以複製到其他地方 讓路權可以和安全取得平衡